2017年的10月22号 对于张宇华宋庆焕夫妇来讲 应该说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 张宇华是来自山东辽城的一位朋友 他是一位农民歌手 他曾经用六年的时间唱情歌 唤醒了他的植物人妻子 唤醒妻子 这是这个小家庭当中的 第一个梦想的实现 然后第二个梦想又来了 2017年的10月22号 张宇华带着他坐着轮椅的妻子 登上了泰山之巅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张宇华 有请 欢迎您 欢迎您 你好 平凯 今天见到张大哥 我也是特别的开心 这个开心就在于 我看到他的妻子也在逐渐地恢复 而且是越来越好 对 爬泰山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挺小的梦想 但是对你们这个家庭来说 应该讲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但你们实现了 这个梦想应该说是20多年前 刚跟爱人结婚的时候 爱人有这个愿望 说第一个愿望 你要带着我去爬泰山 泰山是我们山东人 每个人向往的地方 特别神圣的地方 因为当时是有条件没有时间 后来爱人成了植物人以后 就是有了时间没有条件 到现在觉得时间允许了 爱人身体也可以了 我就觉得原他这个梦想 妻子当年对他的一个小要求 他一直记在心里 不管你眼前有多么大的困难 最终还是实现了 那今天呢 这个环境 我们就听他来 好好聊聊他和妻子的故事 宋大姐是因为一场意料事故 对 生完儿子三个月 医生宣布只能活半年 宣布只能活半年 只能活半年 对我来说 我说活半年我就坚持半年 照顾他 没想到 我觉得还是爱情的力量吧 彼此给了我们双方的鼓励 坚持了到现在已经快18年了 快18年了 那在差不多18年前 那一刻到来的时候 我觉得 不管是多么坚强的人 不管是多么坚强的男人 可能都会觉得天塌了 就觉得整个家都垮了 儿子才三个月 妻子成了植物人 整个家庭里的氛围 让你没法喘气 也没法生活 包括我的夫妻 当时在世的时候 拿着那个拐棍 就围着那个院子打我 就说 你为了你这个傻媳妇 你丢掉了工作 你怎么生活 你怎么办 我们也靠你来养活 好多人都不理解 就说你放弃他 再去工作 再找一个 因为我们两个是自由恋爱 也是我爱人 自己偷的户户本 选择了我结的婚 我当时就承诺 我说 携手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一定要照顾你 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 哪怕你真的醒不过来 我也要坚守到最后 已经不仅仅是一句 一诺千金可以形容的 这个誓言会恪守到最后一刻 在我心目中 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多年了 认识 在我心目中 永远是最美的那一个 我舍不得放弃 说心里话 当时没有呼呼烈烈的那种词语 我的忠则就是 作为丈夫 不管世事万变 我不变的婚姻态度 我一定要照顾她 坚持 这就是我的态度 您唱了歌 唱了六年的时间 坚持不懈地 在妻子身边唱歌给她听 用这个歌声 把她给唤醒了 就是我想知道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你怎么会想到 用唱歌的这种方式 因为我们两个 因为歌声 我爱人选择了我 他喜欢我的声音 当时您唱的歌 一定是就是 你们当初相恋的时候 他很喜欢的那些作品 对对 早一些的时候 你都唱些什么歌 像邓丽君的那首 《我只在乎你》 蔡国强老师的 好多那种爱情的歌曲 只有我爱人当时喜欢的歌 我都会给他唱 你给我们唱两句 《我只在乎你》吧 《我只在乎你》 好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预知过得怎么样 人生是否要珍惜 你许是某一人 过着病患的日子 不知道会不会 也有爱情甜如蜜 谢谢 充满了柔情 坚持不懈的唱 我相信一开始一定是 妻子那边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没有 但是慢慢的 哪一首歌 哪一天 哪一刻 你记不记得 它忽然有一点知觉了 有点知觉 应该是三年半以后 三年半以后 也是个冬天吧 天地特别冷 因为我们当时只盖一床被子 因为家庭出现这个问题以后 你家里就一无所有了 工作迟掉了 回到农村老家 我就盖着一床被子 搂着爱人 我就跟他唠叨 我说哪怕你和我说一句话 或者用一个眼神来表达 我也不会寂寞 说得忘我的时候 我的肩上 有一滴眼泪打在我的肩上 我以为是下雨 其实冬天 它不应该是下雨 房子也没有漏 我一看是爱人的眼泪 就是在晚上的时候 我就天天给他唱歌 讲故事 搂着他心贴心的交流 我觉得他有了知觉 那一刻 你是什么心情 我整个人 兴奋地跑 就是说蹦了起来 我跑到我的母亲的房间 我就喊 我说娘 小盛会那个 又知觉了 我爱人特别是一个感恩的人 从认识到现在 我觉得他给了我身上 无穷的那种力量 支撑我这个点 走到今天 状态 一分一秒的都在进步 都在好转 去年的2017年的 10月22号那天 你们就爬太山 说戏的话 这件事 比方说现在让我 说咱们下周去爬太山吧 走上去 得四五小时 我得点亮点亮 不是说我抬腿就去 高兴 也就回来了 对于你们这样的家庭 你们这一对夫妻 你会去怎么样 去下这个决心 去做这个准备呢 当时 也看天气 主要是看我爱人的身体的状况 他的精神特别好 为了这次爬太山 两个月前 我就做准备了 当时我是 用一个布 砸了一个袋子 里面的沙子 装了好像是 不到一百多斤 背在肩上 脚脖子正面 绑着那个沙袋 要走路要让他沉嘛 走路也好 或者做饭也好 照顾他也好 我都会绑 一个腿绑了好几十斤 我就坚持 坚持两个月 后来我觉得 一看差不多了 爱人正好那个情绪 那个精神也到 那个劲了 我说就 就去选择那一天 去爬太山 背着轮椅 爱人坐在轮椅上 那个难度 比背沙袋要难很多 对 而且你要走台阶 越来越陡 这个轮椅改了好几次 当时是背着一个椅子 椅子呢 就是说爱人坐上 就是说不安全 后来又 把轮椅拆了以后 又改了 改了以后 又用那个绿布 红布绑在他的腰上 绿布呢 绑在我的肩上 绑在轮椅上 共同 把我们两个人 绑在一起 就爬松了以后 出现什么问题 就是红门那个地方 还是走的 红门 对 就一路走到了中天门 中天门 因为那段路很长 当时在路这个路程当中 我看到也有周围很多的人 好心人 热心人在帮你 对 登到泰山顶上那一刻 妻子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妻子就好像 马上从了椅上跳下来 跳下来 对 那种感觉 他当时在那个南天门 休息了一下 就站起来 从了椅上下来以后 我搂着他 泰山的风吹到我们身上以后 爱人又美 我觉得又漂亮 又阳光 我搂着他站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泰山都在我们的脚下 我就指着那个十八百 让各家人说 我们战胜了人生最大的一个目标 我等了十八年 觉得这是对我的最大的鼓励 也是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泰山来见证你们的爱情 对 从爬完泰山以后 我觉得我们整个家庭 一下子就变化了 我们的心态变化了 我们觉得国家的政策好 来自社会的关注的那种爱呢 就涌动着我们 就像一个那个明灯指路我们 张大哥有变化 这个家庭有变化 我相信大家也很期待着 看一下他的知心爱人 我们把宋大姐也请到了现场 掌声有请 好 谢谢 你好帅呀 旁边这是谁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 我爱人八年醒过来 跟我生的女儿 来 给哥哥声话吗 哥哥好 你叫什么名字 少轩 少轩是吧 爸爸妈妈一起登上泰山 觉得他们棒不棒 棒 那你觉得 你有什么想对爸爸妈妈说的吗 爸爸妈妈的爱太伟大了 爸妈的爱太伟大了 宋大姐 登上泰山之后 你是什么心情呀 我自己非常好 放松 别紧张 放松 别紧张 别紧张 我们都是越来越有希望的 而且都是一切越来越好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 我们不要眼泪 不要悲伤 我们向着 充满阳光的地方去看 是不是 是 新年了嘛 我们有新的变化 新的变化 对对对 我们每天 我觉得爱人都给我 他给我鼓励现在 他一直在给我加油 一个月前 不是有那全国发生那种流感吗 我们家也没有幸免 这是对我来说 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他被传染了 他是第一个被传染的 后来他又传染了我 我又传染给女儿 但是我爱人身体特别弱 打了七天的针 就没好 这是 每天都在发烧 还吸脱 还吸脱 一天二十小时 我不敢睡觉 因为他身体太虚弱了 那个体温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老是好不了 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他有一个就是那种结大号 突然就结着结着 就没气了 缺氧了 虚脱了 他当时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老公我难受 他说你搂着我 当我搂着他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躺在我的怀里 没有知觉 我赶快我女儿再学习 我让女儿搂着她的脖子 就喊妈妈 我说别让妈妈再睡过去 我也不知道 心脏腐蚀 我就给他摁 就这样坐在那个影子上 我就给他摁 摁了不知多长时间 应该是十多分钟吧 后来我看有一点知觉 我就用嘴给他吹气 就是人工呼吸 对呼吸 呼了几口 两口 两口他就过来了 出了生理以后 我整个人都 我虚脱了 我就摊在那里 我觉得更多的是精神的 那个紧门 终于松下来了 对 我说我爱人又回来了 又十里逃生又回来了 爱人我心脏 跑毛的机器 他说什么 他的心脏 跟机器一样 蹦蹦地跳 嗯 好了 就像跑毛的机器 说自己的心脏 像跑毛的机器 没关系 有达大哥的照顾 咱们这个机器 一定能正常运转 持续运转 对 还能运转好久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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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我们的 《红毛要求一封家书》 我也相信呢 在这个舞台上 扎大哥也还有很多的话想说 而把这些话呢 也画成了一封家书 在这个舞台上读出来 我们接下来有请 扎大哥 你好啊 乡君 时间过得真快 转眼到了2018年 材料相识相伴 整整二十年 风风雨雨的日子 我们一起经历了 那么多的酸甜苦辣 我是一位农民歌手 歌声让我们 相识相知 今天 我要用这一封信 表达我 令新的歌声 送给你 生命里有了你 我有了家的温暖 当你披着婚纱 出现在婚礼上 十里八乡的群众 羡慕不已 赞美你 说你是仙女下凡 幸福的日子在流淌 咱们的儿子 泼泼出世了 白白胖胖的 忘不了2001年的7月 你因为那场医疗事故 走进了医院 之后 我们家里就多了一个 植物人的你 儿子哇哇哭 你躺在那里 一无所知 那时候 我的天塌了 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坚持 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努力 我相信我们的结婚誓言 我日夜问你唱歌 让我的爱 伴着你 直到永远 清欢 你终于醒来了 在我的歌声中 你听到我心的呼唤 你醒来了 生命的天 亮了 想想 2017年10月22日 我与你一起 站到了 泰山的最高峰 那时候 我们的心 多么激动 你是结婚 那个晚上 我问你 你这一辈子 都有些什么心愿 你说 有三个心愿 第一 我要和你去爬台山 见证我们的爱情 第二 我要给你生个儿子女儿 第三 我要和你一辈子 永远在一起 谁也 不离开神 你做到了 咱们登上了 泰山之巅 别人说 这是个奇迹 我觉得 这也是奇迹 是咱们共同 用爱 创造的奇迹 泰山顶上 你说 你很幸福 很满足 我百感交集 泪如雨下 我的乡君 回来了 真的回来了 泰山归来之后 相亲一天一天的好转 你的每一滴 每一点的好转 都是我 最幸福的事情 今天 我希望咱们有这个约定 咱们老的时候 泰山之巅 咱们再一次携手 相复 可以 我亲爱的山君 咱们携手 神 神经生 为你刻 咱们 相互承诺 相互扶持 不管是幸福 还是困苦 我们谁都不离开谁 永远 相亲相爱 为爱 加油 爱 不伸手 也到了新年了 我也代表我们全家 祝福 电视机前 所有的家庭 相如以沫 幸福美满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张大哥这一家人 带给我们的满满的爱的温暖 梦想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从有知觉到苏醒 再到后来登上了泰山 那么接下来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 我爱你有个心愿 想站起来 在这个舞台上站起来 让新凯扶着你 给我们的这个爱加油护航 好吗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努努力站起来 哎 慢慢的 慢慢的 好 我们扶住她 好的 现在宋大姐呢站起来 还是需要有人去扶着她 不然呢她会倒 那如果说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就是期待着 宋大姐真的可以 好好地站起来 慢慢地走出她 接下来人生当中的 每一步越来越好 谢谢 我们也是爱不凶手 为爱加油 对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幸福定格 在我们一风家书的舞台上 留下这一组温暖的家庭的身影 我双手 我的这有些玩手 每首歌就像我们的第一次回首 从没有后悔彼此坚守 靠着我的肩膀 请牵你的手 靠着我的肩膀 今天你的手 今天你的手